拆箱取出HP LaserJet Tank MFP-1005-1600-2600打印机系列并进行设置。 根据您的具体打印机型号和设备操作系统, 本视频中的某些图像可能与您的打印机不同,但步骤相同。 步骤一,从包装箱中取出打印机。 拆开包装箱,取出参考指南和其他文档、电源线和进纸盒, 然后将打印机从包装箱中滑出来。 取下打印机周围的泡沫塑料包装材料和塑料袋。 撕下打印机顶部和侧面、碳粉盒检修门和进纸盒区域的橙色胶带以及任何其他包装材料。 将进纸盒滑入进纸盒护盖下方的插槽中, 然后卸下HP符号和打印机控制面板上的塑料护照。 打印机的所有包装材料都可以回收。 访问hp.com-recycle,了解有关如何回收包装材料的更多信息。 步骤二,连接电源线。 将电源线一端连接到打印机背面,然后将另一端连接到电源插座。 HP建议使用墙上插座。 按电源按钮,打开打印机电源。 步骤三,将纸张放入进纸盒。 打开进纸盒。 将进纸盒上的纸张宽度导板滑到纸盒边缘。 在进纸盒中放入一叠普通白纸,打印面朝下。 调整纸张宽度导板,直至其轻轻紧贴纸叠的边缘。 关闭进纸盒。 步骤四,使用以太网电缆将打印机连接至网络。 如果您更喜欢有线网络连接,则此步骤仅适用于以太网打印机。 如果您更喜欢无线网络连接,则可以继续执行下一步。 如果打印机背面的以太网端口上有插头或保护盖,请将其取下。 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打印机和墙上插座中可用的以太网端口, 或直接连接到网络路由器、交换机或极限器。 建立网络连接后,打印机显示屏上会出现以太网图标。 步骤五。 使用USB电缆将打印机连接到计算机。 如果您更喜欢使用有线连接方式连接到您的计算机, 则此步骤仅适用于USB打印机。 如果您更喜欢无线网络连接,则可以继续执行下一步。 将USB电缆连接到打印机和计算机上可用的USB端口。 建立USB连接后,打印机将自动出现在设备和打印机设置下。 步骤六。 将打印机添加至HPSmart。 注意,HPSmart应用程序是必须的,可帮助您将设备连接到打印机。 它还指导您完成其余的设置过程。 在您的设备上,打开浏览器并访问123.hp.com,下载并安装该应用程序。 在搜索栏中输入您的打印机型号并选择下一步,然后选择安装HPSmart。 这会将您带到设备的应用商店,然后您可以在其中下载HPSmart。 安装完成后,打开应用程序并接受条款以继续。 选择设置新打印机或添加打印机。 HPSmart将搜索要连接的打印机。 在您的打印机出现时将其选中。 如果您的打印机通过以太网电缆连接,请确保您的设备连接到同一网络。 按照HPSmart中的提示将打印机连接到您的网络。 如果出现提示,请按打印机上的信息图标,确认您与打印机的距离。 该过程完成后,选择继续。 选择您希望与HP共享数据的方式,然后继续。 创建或登录HP账户以激活保修并注册打印机。 选择您希望接受打印机更新的方式并选择应用。 按照其余提示,完成HPSmart设置过程。 现在您可以使用打印机了。 单击优酷中的播单选项卡以查找其他语言的HP视频。 搜索我们的频道以查找官方HP支持视频。 请高 vur无 бесп 欢迎订我的频道。 感谢观看